巴黎奥运会乒乓球赛场一场神奇的对决 瑞典男团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盘 以3比2逆转日本男团晋级决赛 决胜盘中 张本智和也是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贝卡尔伯格3比2翻盘 丢掉决胜的一分后 张本痛苦跪在地上 最后哭了 最后较劲的时刻 他没有顶住压力 手都在抖 本次比赛 他渴望金牌 但在被看好的混双赛场吞下一轮油 男单比赛表现强势 但无奈牵运一般 早早碰面樊振东 结果坚持了7局还是落败 无缘四强 于是只剩下男团最后一条路了 没想到 在击败了瑞典头号大将莫雷加德的情况下 最终输给了卡尔伯格 也无缘决赛 张本智和已经两次参加奥运会 目前仅仅在东京奥运会 莫雷加德拿到到了一枚男团的铜牌 也就是说 他还没有触摸过奥运会的决赛 赛后 张本崩溃了 莫雷加德 继男单后 再次杀入决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